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腿 今天主要是想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你們認為三國志幻想大陸 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甚至是需要立刻改進的部分 然後結尾會有好康抽獎 記得看完喔 當然這部影片 並沒有跟三國志幻想大陸 有任何合作上的關係 單純就是我自己也有想要抱怨的地方 同時如果看到各位有不錯的建議 也會分享給官方 看他們願不願意去調整 那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 直接開始吧 首先我個人認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 佔領的覺醒系統 這個東西老實說玩久了真的很累 因為大家都知道 橙色以下的佔領幾乎通通都是素材 就算要使用 頂多也只有就是剛踏入佔領的時候 會裝備而已 所以大部分第一階佔領的功能 就是成為橙色佔領的肥料 那既然官方都願意開放一件功能 為什麼只願意開放到藍色而已 雖然這對於初期來說是很好用沒錯 但後期的玩家 背包內完全都是藍色戰魂 我覺得是時候開放讓藍色戰魂 也能一件覺醒成紫色了 畢竟你們這個覺醒系統 也可以取消不想要合成的等級 所以我覺得開放到藍色覺醒成紫色完全OK 不然一個一個手動覺醒真的超級累 至於紫色覺醒到橙色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就看個人需求 我自己是會想要手動挑選 但其他的想法我不知道 至少藍色一件覺醒到紫色 我相信一定有一堆玩家已經抱怨很久了 這是我目前認為最需要立刻改進的部分 至於目前的你們覺得三幻還有哪裡需要改進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你們的想法 最後中華職棒有提供7月30號的明星對抗賽門票 讓我來給觀眾朋友們辦個抽獎 有機會可以一起體驗這個盛大賽事 那抽獎辦法非常簡單 只要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 我想去看中華職棒明星賽 並且訂閱我的臉書粉絲專頁與IG 我就會在7月24號 也就是明天晚上7點的突起直播中 抽出8月幸運的觀眾朋友 到此再請得獎者們 聯繫我的臉書粉絲專頁 我會與你們討論領獎方式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讚 我是我的臉 我們下次見 掰囉